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和很多其他国家或城市合作,并且进行各种经济交易等。因此外国资金在中国市场外一直是非常活跃的。 最近由于俄乌局势,中国疫情控制及供应链混乱等负面因素,令很多外资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因此,市场上有不少关于外资撤离中国的担心与报道。 不过,中国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4月底,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744亿美元,按年增长26.1%,而当中高技术产业按年增长更高达45.6%。 这些数据明确表示现在说外资已经开始撤离中国,实在言之过早,甚至不切实际。数据虽然正面,但细心观察,可以看到在房地产资产投资,以及低端技术的投入,有下跌趋势。 部分海外的房地产投资基金,近几个月对中国的策略都是比较审慎。以观察为主,虽然仍然未有撤出的讯号,但肯定没有增加投资的意欲。 很多地缘政治,或者中美争拗等的论调,可能影响短期的房地产投资资金走向。 为投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基本回报?中国的回报率在全球不同市场中,仍然是数一数二。所以相信经历一段短时期的观察后,如果一些负面因素能够安定下来,外资投资中国的房地产,一定会再度活跃。 不过,最近由于中国一直对于疫情进行严格清零的政策,据说已经严重影响外资进入的考虑。 外国人进出中国及在城市内的活动,也不时因为疫情,而产生很多困难。 现时投资者就算拥有条件购买相关资产,但在不断局部封城这个情况下,不见得会有充分的信心。 不者相信,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市场,中长线仍然正面,但短期一定会因为疫情控制和其他国际负面因素,而有大幅的波动。 产生畢了 крас Lightning 营生略